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再次发出要和伊朗谈判的声音,但与此同时,新一波针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又马上被实施了。 据美国财政部讯息,美国于6月7日开始对伊朗实施新制裁,目的是压迫伊朗的石油化工行业。 波斯湾石化工业公司,成为美国制裁的主要目标。 美国制裁的理由是该公司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,提供经济支援。 上述制裁政策,激起伊朗的愤怒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·穆萨维评价认为, 美国最近采取的制裁举措,又一次明显违反国际规则,又一次证明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。 他声称,美国总统宣称,愿意与伊朗对话。 但是只需一周,就证明,这些话,多么虚伪。 在抨击美国的同时,伊朗也进一步将矛头对准了美国的盟友们。 6月9日,伊朗向欧洲众多国家喊话,要求欧洲和伊朗恢复正常的经济联络,否则伊朗方面将采取进一步行动。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,除了伊核协议之外,欧洲没有权利,在其他事情上批评指责伊朗。 欧洲各国应该同伊朗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。 否则我们将继续停止履行协议承诺,并根据各国的措施采取行动。 在此之前,伊朗已经宣布暂停履行部分伊核协议条款,并声称如果欧洲不能保证伊朗规避美国制裁, 则伊方将在六十天气线内暂停履行更多承诺。 这一次伊朗再次对欧洲发警告,并威胁要采取行动。 无疑又是一波最后通牒。 当然伊朗发出上述威胁,也是事出有因。 虽然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,欧洲主要大国仍承认伊核协议效力。 但是这些国家同样畏惧美国的压力,因此也试图通过讨好美国的方式, 获得更多的缓冲空间。 此前,英法德三国,曾经联手建立特别结算机制INSTAX, 试图维持欧洲和伊朗的贸易活动。 但是这一机制,究竟能否帮助伊朗走出困境? 也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而且美国已经警告欧洲。 如果帮助伊朗,将会导致严重后果。 面对美国的威慑,欧洲国家陷于十分尴尬的处境。 此前德国外交部长马斯,曾指出德国和美国都反对伊朗获得核武器, 并要求伊朗公布弹道导弹发展资讯。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,在和特朗普会面时, 也特意强调,伊朗不应获得核武器, 减少弹道导弹活动, 并在地区范围内遏制伊朗。 针对马克龙讨好特朗普的言论, 伊朗议会议长拉里贾尼博斥称, 法国总统发表的言论是可耻和无能的。 这与他同总统鲁哈尼, 在会面和通话中的表态并不相符。 可见伊朗对欧洲不满的最主要原因, 在于欧洲未能充分保障伊朗的利益。 到目前为止, 伊朗仍然承认伊核协议, 并且也在履行伊核协议。 在这样的条件下, 伊朗自然希望欧洲也要能够确保其利益不受到伤害。 但是欧洲显然也有自己的想法, 英法德等国希望伊核协议能够约束伊朗, 并且又不想因为伊朗问题得罪老大美国, 欧洲国家这种相互矛盾的态度, 导致其立场的不坚定, 这肯定会招致伊朗的不满。 而且, 在伊朗看来, 只要自己遵守伊核协议, 欧洲就不应该过问伊朗的军事实力, 也不应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展计划有太多的要求。 但是欧洲为了响应美国, 也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展, 以及伊朗在中东区域的影响力提出了意见。 这也是伊朗和欧洲的分歧所在。 事实说明, 欧洲过于依赖美国,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情。 美国对欧洲的支配作用, 使得欧洲在伊核协议等重要议题上, 不得不顺从美国, 先不谈伊朗的表态对不对。 但至少欧洲的这种现状, 本身就有问题。 是时候也应该改变了。